《墨语云间》是由王兴月、吴锦岩、陈乔恩、刘夕宁、陈欣海、杨超越等主演的古装爱情剧 该剧是根据《千山茶客》的小说《迪价千金》改编来 讲述了薛芳菲顶替江黎的身份返回京城 在肃国公萧衡的帮助下 就出狱中的父亲并匡扶正义、保护黎民百姓的故事 薛芳菲 薛芳菲本是县令的女儿 虽然父亲官职不算大 但也算是衣食无忧的千金小姐 她不顾父亲的反对 嫁给了书生沈玉荣 陪着她从吉吉无名成为了新科状元郎 然而成为状元郎的沈玉荣 却被长公主婉宁给看上了 婉宁公主为了得到沈玉荣 逼着她杀死自己的妻子 沈玉荣为了家人的安全 也为了即将到手的权势 污蔑薛芳菲与人通奸 并将她给生生火埋 为了防止薛芳菲的家人深究 婉宁公主还以莫须有的罪名 让薛芳菲的父亲锒铛入狱 将薛芳菲的弟弟半路截杀 从此 薛芳菲在世人眼中成了与他人通奸 私奔坠崖牙而亡的浪荡妇女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薛芳菲并没有死 她被相国的女儿江黎所救 并在江黎被真女堂的人打死后 顶着江黎的身份 带着两个人的仇恨 重新回到了京城 以江家嫡女的身份活了过来 回到京城的薛芳菲 在素亲王萧衡 表哥叶时安等人的帮助下 制斗后妈纪书然 为江黎报仇雪恨 算计婉宁长公主 救出自己的父兄 手撕渣男沈玉荣 为自己讨回公道 让江黎和薛芳菲都洗清了一身的污泥 堂堂正正地活在人世 在这个过程中 她和素亲王萧衡暗生情愫 最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一起匡扶正义守护天下 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收获了圆满的结局 萧衡 萧衡是素亲王 身受皇帝的重用 多年前在执行任务时 她的偶然一瞥 就将早已嫁为人妇的薛芳菲印在了心上 在相见却是沈玉荣为她扶官下葬的场景 一时之间萧衡竟然有些恍惚 当萧衡以为这是此生无法弥补的遗憾时 却在追捕严犯到真女堂时 遇见了和薛芳菲长得一模一样的的江黎 为了弄清楚江黎的真实身份 萧衡心甘情愿陪她演戏 助她回到京都江家 为了得到心中想要的答案 萧衡故意为难薛芳菲 想要她暴露自己真实的情绪 直到确定江黎就是薛芳菲 且被沈玉荣设计背着一身污名而死时 萧衡决定帮助薛芳菲讨回公道 于是向来清冷自持的萧衡出现在了江家 在萧衡的帮助下 薛芳菲不仅揭穿了纪书然的真面目 还了江黎和母亲一个公道 还让婉宁公主和沈玉荣的恶行暴露于人前 最终被皇上双双赐死 为了查清楚母亲的死因 萧衡明面上效忠皇帝 暗中却引导成王谋反 让杀害母亲的人浮出水面 最终 萧衡终于弄清楚了母亲的死因 亲手杀死了伤害母亲的人 而在平定成王谋反时 萧衡身受重伤下落不明 不过薛芳菲一直坚信萧衡没有死 所以她一直在等她 直到一年后 萧衡终于回到了薛芳菲的身边 两个人不仅成了亲 还生了一个女儿 收获了圆满的结局 纪书然 纪书然是江黎的后母 当年 江黎的父亲和母亲恩爱有加 纪书然看上江黎的父亲后 便买通了下人 往江黎母亲的饮食中做了手脚 由此江黎的母亲 在生下她一年后便去世了 江黎母亲去世后 纪书然成为了江家的当家主母 起初 纪书然对江黎这个妓女照顾有加 然而 在江黎对她完全放下防备后 纪书然却故意摔倒流产 让江黎背上了世母杀地的罪名 叶世杰 叶世杰是江黎的表哥 一直暗恋着江黎 在得知江黎的遭遇后 义无反顾地站在江黎身边帮助她报仇 纪书然为了对付江黎 本想往江黎和叶世杰的身上泼脏水 结果被江黎和叶世杰发现后 他们连和肖衡一起设计了纪书然 可以说叶世杰是薛芳飞报仇的最大辅助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 薛芳飞先遇到了肖衡 最终也爱上了肖衡 叶世杰到最后是爱而不得 而纪书然之所以容不下年幼的江黎 是因为她腹中的孩子 乃是和表哥通奸而有的 所以她如此诬陷江黎 一来可以掩盖通奸一事 二来可以让自己的女儿 成为府中唯一的嫡女 只是纪书然怎么也没有想到 薛芳飞竟然会顶替江黎 活着从真女堂回来了 最终在薛芳飞的策划下 纪书然通奸一事暴露 江向国为了家族名声 偷偷地将纪书然给堵死了 沈玉荣 沈玉荣是薛芳飞的丈夫 当年还是个穷书生时 被县令之女薛芳飞看上 结果薛芳飞在陪她熬过了最难的日子 祝她成为了状元郎以后 她竟然迫于公主的淫威 不仅让薛芳飞一身污名而死 还害得她父亲郎当入狱 而且沈玉荣这么做 看上去是迫于公主的淫威 实际上她自己也是贪恋驸马爷这个位子的 最终她和公主的丑事暴露 被皇上给赐死了 婉宁公主 婉宁公主性格封批 因为早年她国为治 所以当今皇上对她非常纵容 婉宁公主为了得到沈玉荣 便拿家族性命 逼着她杀害自己的发妻 薛芳飞因她一身污名而死 在薛芳飞死后 婉宁公主和沈玉荣苟和未婚有了孩子 为了自己的名声和沈玉荣的前途 她下嫁给李显 结果在萧衡和薛芳飞的设计下 她不仅没了孩子 丑行也被公之于众 最终被贬为庶人赐死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